词曲 李宗盛 春节期间呢 天气非常的寒冷 很多人都喜欢吃火锅 那皇家是不是也都流行吃火锅 是的 皇帝也喜欢吃火锅 因为天气寒冷嘛 那在前了54年的时候呢 皇帝他这个冬天啊 就吃了200多吨 所以可以想见他有多喜欢吃火锅 那蒋博士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件皇家的火锅是什么样的呢 这件火锅呢 是一件掐丝法郎的火锅 所以它是以铜胎为底 然后上面绕了铜丝 那中间这个小格子里面呢 它就会填上法郎 烧出来就是这么一件 掐丝法郎的火锅 所以这因为是铜胎的嘛 那保温的效果也特别的好 所以既食用 然后又华丽 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件火锅呢 它整个气型它很小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呢 在清代的皇宫里面 它是一人一张桌 所以这个食器的分量都是一人份的 所以这是个人的小火锅 那它在这个造型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它的纹饰就挺漂亮的 可以看到很多的花 所以呢也非常有春天的意象 这件火锅呢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洞 所以是可以放炭火的 那上面这个耳朵呢 其实是个盖子 水烧开了之后 就可以打开来 然后享用火锅 火锅呢 也是皇家在冬日里面 非常喜爱的一道饮食 那蒋博士 我们也好奇 古代皇帝顺火锅都会顺什么呢 我们从档案中知道呢 皇帝他曾经吃过燕窝芙芙鸦 万年清酒炖鸭子 这样子的热锅 那这样的热锅 可能就是指这样的小火锅 那蒋博士 刚才您的这个皇家菜单 我们其实也看到 那个皇帝比较注重养生 皇帝的确非常注重的养生 所以呢 他每个时节该吃什么样的食材 都是有考量的 然后他饮食的这个分量 也是比较正常 不会暴饮暴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